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楊晴 現在時間是晚上九點鐘 代表說柯文哲的積壓停 是已經進入到第二個小時了 不過兩人的律師 從今天上午開始正式的月券 準備這場全台都在關注的攻防站 北檢也再度發聲明 沒有民眾黨說的翻箱倒櫃亂搜索 更沒有不讓柯文哲不休息 下午一點多短暫休息用餐後 柯文哲委任律師再次回到北院 因為金華城案 還有另一名同樣被聲押的被告 前北市副市長彭正神 三十一號晚上 檢方就聲押柯文哲 到了隔天下午都還沒開機押亭 之所以時間會拉得這麼長 就是因為檢方申請限制月券 所以在一早八點半就開月券庭 檢察官到庭說明申請理由後 法官裁準 並且暫定晚上八點開機押亭 柯文哲律師得在這期間月券 月券結束後接見柯文哲 法官也會在綠券的時間來月券 律師月券期間只有中午休息一次 彭正生律師低調不願回應 檢方除了要跟柯文哲律師展開工防外 還得回應外界的質疑 這段柯文哲的案件呢 北檢又再度發出聲明了 他們也再一次的強調 當時候柯文哲在北檢復訓的時候 檢察官有跟柯文哲說 如果你覺得累的話 可以先休息再接受訓問 但是遭到柯文哲拒絕 另外他們也強調說 並沒有民眾黨所指控的 翻箱倒櫃搜索的狀況 院方公布家庭的時間時 還沒有決定到底誰先誰後 不過金華城的案件錯綜複雜 家庭上恐怕又是激烈的簡便鬥法 TV的新聞綜合報道 只是彭正生在中午等待 召開金鴨體音月券的時候 突然身體不適 出現了嘔吐喘氣的症狀 被緊急送一三個半小時送回北院 72歲的他回到後省市的時候 走路還有些不穩 原來有低血納的狀況 長期都在服藥 正房車開下北院求車道 兩名罰警打開車門 走下一名男子 看起來有些虛弱 需要人搶扶 他就是台北市前副市長 彭正生 約四小時前 救護車急忙趕到北院 把彭正生再上車送一治療 還在等待晚間開家庭 身體卻先出狀況 因為彭腹身體 就是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就不是很好 那時候是還好 但有說有點暈眩 救護車經過時 北檢外還是聚集大批民眾 由於檢方申請限制月券 上午在開完月券停後 還得要加上收席時間和濾劍時間 預計晚上八點召開家庭 但就在月券期間 彭正生表示身體不舒服 想到後省市服藥 用藥過後身體狀況卻沒有好轉 還多次出現嘔吐跟喘氣的狀況 院方十二點零六分 通報一一九 十二點十五分 救護車抵達 到了十二點三十八分 救護車離開北院 借護送醫 彭正生生病是因為 他有低血納的毛病 有時候低到一百二十多一點 一百二十以下就有生命危險 會嗜睡 頭痛等等 會有 因為整個神經傳導都出問題 彭正生在京華城案列為被告 從八月三十號早上七點多 住家被搜索 當天晚上十一點多 被移送到北檢附訓 到了一號中午十二點多 身體不舒服 被介護送醫 整個過程大約五十三小時 幸好開庭前順利出院 只是他和柯文哲 上午卻沒有分開月券 難道不怕實眼色傳遞訊息嗎 這回柯文哲跟彭正生 都被深壓等待開庭 但兩人本來應該要在不同的地方月券 不過檢方考量到人力的問題 把他們集中到了同一個法庭 去做同時的監控 強調雖然是在同一個空間 但都有把雙方隔離開來 彭正生就醫三點五小時 律師指出他平時都把藥帶在身上 駁斥外界質疑就醫是為了攻防 而回到後省市他走路人稍微不穩 畢竟彭正生已經七十二歲 長時間處在高壓環境 身心靈層面恐怕多受影響 記者新聞綜合報導 而我們現在就要連線給 正在北檢的記者郭穎 為大家來說明 這場集壓庭開到現在為止 有什麼樣的進展嗎 時間交給郭穎 好 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的 好 現在時間是已經到了晚上的9點了 也就是說柯文哲的集壓庭 是已經開了一個小時 邁入了第二個小時 那因此是減便 是持續的在裡頭攻防 但是要知道說 其實積壓要件 包含說是有滅串證之餘的 以及是犯下了五年以上的重罪 才符合積壓要件 那在昨天 其實北檢也有公告說了 這個申請積壓的這個聲明 就有提到說 是柯文哲是有不只有徒利 還有收賄 有是疑似有查出 他有不法經流 因此才會申請積壓禁件 但是是不是會真的遭到收壓 要等目前還在進行 這個積壓庭的這個雙方 是持續的在攻防 包含說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以及檢察官 雙方就要針對來這個 掌握到的證據 來進行攻防 要說服法官說 是不是有必要來 擠壓柯文哲 那另外 因為昨天其實提到說 有掌握一些相關證據 加上是有滅串證之餘 因此其實法官這邊 可能也會重點擺在沈卓 他們到底有沒有滅串證 包括說彭震生以及柯文哲 有沒有和其他涉案人員 有串證之餘 如果裁定有 或是符合其中一項要件的話 柯文哲跟彭震生 就很有可能是在今天 積壓庭之後是裁定積壓 所以目前是已經進入到了 第二個小時 但如果這個積壓庭 開到11點 還沒有一個結果的話 柯文哲是可以拒絕夜間征訊的 只是這樣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繼續召開呢 我們請郭穎告訴大家 好可以聽到其實呢 在8點的時候呢 是準時的來開了積壓庭 那可以知道說呢 是柯文哲首先來接受審理 但有一個狀況 今天有一個重點呢 就是因為8點才開庭 那如果持續了超過3個小時 也就是到了11點之後呢 其實包含彭震生 以及柯文哲呢 無論是不是已經開始積壓庭 或者是正在審理當中 結果還沒有出來的話呢 兩個人都是可以來申請 停止夜間征訊的 那如果兩人真的11點之後呢 還等不到結果 還在進行積壓庭的話呢 那就會暫停積壓庭 並且是讓柯文哲 以及彭震生呢 是回到後審室來休息 那休息之後 什麼時候會再繼續開呢 其實就要等到 明天的8點以後 才會的繼續來開積壓庭 也就是說呢 如果等一下11點之後 還沒有等到結果 甚至呢是彭震生的生壓庭 都還沒有開的話呢 就很有可能要到明天 才會繼續的來進行積壓庭 也就是說呢 明天才會知道 兩個人是不是會被積壓 以上我們找進一種況 柯文哲兩人的駕壓庭呢 在發 好 我們謝謝郭瑩喔 不過現在在北檢外頭呢 還是有很多柯文哲的支持者們 在門外聲援 早上的時候呢 館長陳之翰更是兩度到現場 還開槍說都已經省了三天 都沒有看到證據 但是柯文哲就一定是獨立 一定是抗議 這樣不平嗎 不公平 官長陳之翰 再次到北建門口 為滿支持群眾 頂著艷陽 一手撐著傘 一手拒著柯皮加油 以及司法不公等牌子 我到現在還是沒看到證據 我到現在看到的證據就是 一下子700萬 我昨天晚上700萬 我說哇700萬 柯文哲真是沒%數啊 我現在就問 昨天晚上又有句 柯文哲的貪污證據到底在哪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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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長開炮 柯文哲30號被搜索約談 31號被聲壓 簡連已經省了三天 卻都沒有看到證據 今天就有人說這是非法機會 對 那他們抓到保險一定是講嘛 這是非法機會 法院外面不能申請遊行 我們這個叫非法 所以我盡量支持 我盡量支持 不只館長陳之翰 過去網紅夜市特工也發文 提到當柯文哲爆出700萬的 貪污新聞非常低落 接著又看到第二版本170萬 之夜如果170萬才是真的 他呼籲大家看清楚 既然有人拿成佩琪母親的首尾錢 來抹黑自己的政敵 提到柯文哲 將自己八年市長的特支費 全部捐給市府同仁作為獎金 如今卻被抹黑攻擊 難道用700萬就想抹黑 柯文哲嗎 柯文哲從進到北檢後 至今還沒結果出來 支持者分喊不捨相信清白 在外用行動來守候 TVB的新聞朱冠宏 何可言 台北採訪報導 只是在法院前越來越多小草聚集 這其實是有觸法疑慮的 苗伯亞就痛批黃國昌是在政治操作 因為如果真的被強制驅離 反而是害了柯文哲 不過黃國昌就拿出過去苗伯亞 主張過廢除極有法 回嗆 伴隨尖叫聲跟著鏡頭看過去 有位小草疑似中暑直接暈倒 其他民眾幫忙撐著陽傘擋太陽 一路被抬到救護車緊急送醫 那日下小草持續聚集 打地鋪死守 不只冒著中暑危機 集會行為也可能觸發 黃國昌 他完全沒有為這些小草 準備任何的比如說 義務協助的律師 也沒有教導大家如何面對 如果一旦發生強制驅離的時候 要怎麼保護自己 我所認識的苗伯亞 以前不是說極有法是惡法嗎 他不是要主張要廢除極有惡法嗎 怎麼現在苗伯亞遇到他 向來討厭的人 就主張說 他以前主張要廢除的極有惡法 要趕快拿來對付要聲援科文者的人 我對於集會遊行法 確實有很多意見 可是我從來不反對 在法院或是軍事營區等地方設置禁制區 因為那是對於我們司法獨立審判 還有國家安全所必要的措施 十年前參加太陽花運動當時反對極有法 如今被拿來做文章 苗伯亞沒再怕讓他擔心的事 號召小草包圍北檢 不只幫不了他們的主席 反倒可能讓檢方提出妨礙偵查訴訟 如果是真的愛阿伯的話 就不要再做政治操作 因為政治操作是愛之是主以害之 阿伯真的會被這些高調的政治對立操作 有可能提高他被羈押的紀律 柯粉違法集會禁制區域 想要給司法無行壓力 卻讓自己先背上刑事責任 TV新聞週刊豪林玉珍 楊佩玲 臺北超報導 而其實北檢門口是禁止集會的 警方在昨天晚上開出了兩張勸導單之後 今天上午則是舉牌警告 目前還是以柔性勸導為主 除非現場失控就會可能進行驅離 同時也出動了三百位警力輪流戒備 警方舉牌警告 現場民眾在禁止集會遊行區域 北檢大門前聚集掛起不挑 高喊口號已經違法 前一晚小草聚集百人 警方晚間九點半開出第一張書面勸導單 過了二十分鐘沒有要解散的意思 還持續鼓噪再開出第二張 但小草態度堅定持續守在北檢 平和民眾全聚集在北檢的大門口 但是根據集會遊行法 他們不能聚集在這裡 因此早上的時候警方已經舉牌告知一次了 但是小草們還是沒有要離開 而附近就是博愛特區 警方也全力戒備 現場小草們不怕曬遮陽工具準備好 一路要站到晚上 與前一天相比聚集的民眾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警方除了外場管制巨馬鐵馬護欄架設兩層外 在加派警力原本有百名遠警道場 增加為三百人戒備 轄區中正一出動百人外 還包括被偷松山大同分局各派約八十人支援 總統府距離北檢只有三百五十公尺 周圍有司法院國防後備指揮部 還有中央司法機關等是軍事重要管制區 根據集會遊行法規定 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等各級高級法院 或是國際機場港口重要軍事設施地區 都不能在周圍舉行集會遊行 警方可以依照情況進行驅離 警方也表示周圍都是重要機構 強制驅離就怕激怒苛粉 只要沒有非理性行為出現 就不會二次舉牌 蕭草頂著烈日奮戰到底 警方也不敢鬆懈 倫敗應對 好 現在時間來到九點十三分 不過越晚台北地檢署外的支持者 是越來越多 甚至連民眾黨的立委都到場 陳昭姿更透露說 昨天晚上有傳訊息給總統賴清德 更多詳情立刻連線給記者楊佩玉 好 方彈關心 我們現在位置是持續在北檢外面 那麼剛才民眾黨裡有黃珊珊 也到現場了 她一到場就是以她前副市長的身份 直說像京華城案 北市可案相關的會議記錄 都有流程 都有證據 一起來聽黃珊珊的最新說法 我們家股東有多少朋友 然後也可以來說 因為這樣子就跟某某企業有關係 如果現在只有這些旁證 就可以來做未審先判 我覺得台灣的法院 必須做出公正的判斷 檢方當然要入人儀罪 不然他怎麼叫檢察官 但是檢察官也要遵守程序證明 不能羅之入罪 有證據辦證明 有證據就照辦 但是不能夠故意去牽托 這個是最基本原則 人民有正當的法律程序 也必須要遵守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 珊珊先代表 我們所有的檢察證據辦案 那麼其實在小早上 除了黃珊珊之外 還有立委陳交織也到場了 不過他是非常激動的 來向小草們說話 他說其實他昨天晚上 就有傳訊息給總統賴清德 他說希望可以公平對待柯文哲 不過現在賴清德 他說還沒說要回覆 但他直說賴清德總統 他一定有看到 還在期待他的回覆 那麼與此同時 其實剛才這個媒體人 毛佳慶他也有來到現場 不過他的另一個動作 是來提告北檢 因為他過去其實跟民眾黨 是屬於一個友好的狀況 那麼他也是不滿說 現在這個檢調好像是有洩密 給其他的媒體 或者是有違法搜索的情形 因此他今天剛才晚上的時候 他也跟這個 前國民黨的文傳會主委 因為洪慶現在也是民眾黨支持者 一起來到北檢來告北檢 洩密以及違法搜索等罪 那我們可以知道 現在整個金壓庭 已經進入到第二個小時了 不過現在這個外面的氣氛 是越來越激昂 除了立委們來陸續的助講之外 其實包含說 這個柯文哲太 陳佩琪待會也預計會來現場 那麼現在啊 除了現在越晚了的時候 這個民眾的抗議時間也越來越大了 不過現在我們發現 其實在附近的這個警力 也都是有家派的情況 以上正希音是把前面鏡頭 就要放那裡 好 稍後如果陳佩琪有到現場 我們也會隨時為您掌握 不過繼續看到的是金華城的弊案 似乎是展開了新的支線了 北姐秘密約談了 維京集團子公司 鼎月開發的前董事長朱雅虎 他過去也是臺北市殯議局長 雖然不是在柯文哲 擔任市長的時期在職的 不過他和沈慶金是好友 不排除扮演牽線人 在今年五月花了4300萬元 添購了個人商辦 現在除了因為使用選舉補助款 引發爭議 也被懷疑 跟威京集團的子公司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看到王世堅要衝到議會被巡台前 用肉身阻止王世堅潑水 他是時任台北市殯議局長朱雅虎 如今淡出官場多年 31號晚間卻在北檢出現 而且在這之前 還遭廉政署搜索 就是為了瞭解 柯文哲購買商辦經過 雖然訊口御令請回 但其中似乎有著重重疑點 即便在任期間 是好市府的211到2014年間 但卸任後 朱雅虎選擇擔任威京子公司 頂月開發董事長 與柯文哲購置商辦的公司 股東李天鐸都是好友 當時因為朱雅虎本身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擔任聯絡人 也擔任過兵議局的局長 所以跟府會關係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好 那是不是讓他擔任董事長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象徵性的意義呢 不能的話 因為他根本對於工程部分 他完全不懂 基於種種角合不拍出 在金華城案中扮演牽線人 不過民眾黨則會議 柯文哲花4300萬元 購買商辦 跟金華城案豐馬牛不相及 更點名 近期許多報導 配可簡聯洩漏偵查秘密 惡意把合法構成的商辦 引設為金華城案的後屑 明顯抹黑 要法務部及簡聯出面說清楚 只是隨著豬雅虎的角色出現 也讓金華城案 開闢更多支線 TVBH的林辰偉 台北報導 好 線上加入我們新聞時段的是 淨業國際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的余維德 律師你好 主播好 好 因為目前的駕壓亭 是進入到了第二個小時 勢必會是一場工坊大戰 所以究竟會不會被駕壓 大家都很關注 所以就想請教律師您 專業的角度來看 這機會是高的嗎 是我個人認為 檢方竟然大動作的 駕壓應小微以及陳清晶等人 再來就是問了許多周邊證人 顯然檢方手上已經掌握了 相關的金流 甚至關鍵的證人 因此檢方才會有信心的 將柯文哲當庭逮捕 因為當檢方一旦當庭逮捕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面臨的24小時內 必須要決定是否申請 駕壓的問題 再來開駕壓庭的時候 其實駕壓庭的主要工坊 會是在於有三個點 第一個是所謂的被告 是否有逃亡之語 然後第二個是被告 是否有所謂的串供之語 第三是被告所涉犯的 是否為重罪 那我個人認為 本案其實簡便雙方 最主要工坊的重點 會是在於 被告是否有串供之語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竟然是屬於知名人士 因此他不太可能 會有所謂的逃亡之語 因此這個案子 最重要的工坊點 還是在於 柯文哲被釋放出去之後 是否會有潛在的被告 或者是潛在的證人 有串供之語的問題 那再來呢 因為我個人認為 既然簡幫敢當庭逮捕 那顯然簡幫手上掌握的證據 應該是足以將 柯文哲起訴 因此還會做這樣的做法 因此我個人認為 柯文哲今天被當庭收下的機率蠻高的 好 瞭解 不過其實柯文哲從踏入北檢到現在 是已經進入了第三天 這種比較長時間的偵訊 其實對申信林來說 都是一場考驗 也是一場苦戰 所以不曉得律師 您過去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狀況 是 因為基本上 如果假設我們遇到這種培徵 而且尤其是所謂的從警局 甚至到地檢署 到法院 那我們這種叫吃全餐 換句話說一旦從警察局 收到了被逮捕的通知的時候 從警察局一路到地檢署 到法院 通常都是12個小時 甚至24小時以上 而且這個時候 這個過程當中還會涉及 有沒有遇到所謂的 比如說夜間偵訊的問題 或者是檢方比較晚 送積壓申請書的時候 法院通常會在隔天才會開庭 因此通常這種狀況弄到兩天 甚至三天很常見 更換了柯文哲這個案子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一開始前階段 他是先自願去廉政署配合徵訊 因此嚴格說起來 前面的時間問多長 這個比較像是廉政署或是假官 他們願意問多長就可以問多長 那應該是說當庭逮捕開始才會起算 所謂的24小時的問題 因此如果假設把前面 柯文哲志願去連任署時間算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前後加起來 可能二到三天的話 其實是蠻常見的 所以其實這次檢方是還提出了限制月券 也就是說只能挑重點做筆記 不能整份影音帶走 通常是牽涉比較廣的金融或是組織犯罪 擔心有秘密證人或是其他市政 以防外洩 因此檢方就會列出理由 向法院請求 如今柯文哲遭到生押 家庭前委任律師鄭聲援 按照慣例抵達北院先進行月券 但這次沒這麼簡單 檢方提出限月 40分鐘的限月停 讓五名律師當停月券 正常來說若月券沒有限制 辯護人可以影印整套券帶回去研究 而限月則會對內容或月券方法加以限制 這次檢方並未要求限制內容 只限制月覽方式 由檢方監控 律師可以當場筆記挑重點鈔 無時間限制 但家庭結束後 整份筆記也得交回 會需要加以限制 就是因為卷中很有可能 有秘密證人的名單 而檢方並不想在月券的過程當中 將這份名單泄露出去 畢竟這次柯文哲的搜索行動 檢方認為被告並不是很願意配合 不只搜索當天公開喊話拒絕葉真還想離場 被當庭逮捕 甚至聲請提審失敗 外界猜測這一來一往 檢方更加不想手下留情 提出限月 例如說組織犯罪 或者是一些金融犯罪 由於這個犯罪的 可能會涉及到不同的犯罪事實 以及會涉及到不同的多位的犯罪嫌疑人 在這種情況下 檢察公為了防止相關的資料 這個其他被告 其他犯罪事實的部分外洩了 就有可能會做限制月券的動作了 當初鄭文燦涉灘就曾有過案外案 委任律師尤其駿 在家庭攻防時涉嫌把相關文件 交給鄭文燦助理 結果涉犯泄密罪並列被告 兩年前林秉書施報案 就曾因為限月問題抗號成功而撤銷 這次檢方打出限月牌 律師只能看不能整份帶走 防串供也防證據外洩 不過大家常聽到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民眾黨卻認為檢方這次是帶頭違法 似乎是有洩密給特定的人士帶風向 北檢有發聲 並說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不過我們還是想請教律師的是 所謂的偵查 對柯文哲先生的政治的聲望 政治的形象都會有很嚴重的衝擊 我想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柯文哲的個人 他的政治聲望最高的時候 大概是在2014年到2018年的這個階段 然後在今年2024年的總統大選裡面 可以說是創下了他個人政治得票的 一個最高紀錄將近有20%甚至超過20%的選民 對柯文哲表達支持 所以說 假設我們現在即刻做民調的話 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名望和支持度 應該是往下降 我想這一點應該是沒有沒有疑問的 所以民眾黨的未來究竟該怎麼辦 因為目前也還沒有代理主席 所以誰會是下一個接班人 現在絕對是大家最關注的焦點之一 所以我們想繼續請教 就是世大政治所教授 曲教授老師 您認為民眾黨下一步會是怎麼走呢 我想他在發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不管是柯文哲主席 個人也好 或者是民眾黨也好 目前他們的社會支持度 相對來講都是會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跟他們自己的最高時候的巔峰期 來做比較的話 他大概支持率是有相當的打折 但是這是不是表示說 民眾黨完全沒有發展的空間了 其實現在下這個斷言 恐怕還為時上早了一點點 為什麼我這樣子說 因為這個案子還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那麼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柯文哲先生個人的這個 這個他的政治意志力還是非常強 其實他到現在為止已經被這個 就是這個 人民覺得有擺設恐怖的疑慮 好首先我們還是謝謝律師帶來的精闢分析 謝謝律師 是 謝謝主播 其實柯文哲這個家庭 是還在進行當中的 當然也受到了國際的關注 對民眾黨來說或許是除了號召小草這種方式之外 現在更期盼的是可以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有支持者就透過了國際請願網站發動了連署 截至下午4點的時候 是超過了8000人連署挺科 而民眾黨也透過網路發起了僑胞串聯的活動 未來不排除召開國際記者會 因為日本的NHK 美國還有澳洲的主流媒體都在持續的跟進報導 一張白駿寫著 我在台北 我支持柯P 這是民眾黨發起的最新網路串聯 主要是我們接獲到非常多這個海外僑胞 對於柯文哲主席遭到檢調約談之後的一些遭遇 非常非常的擔憂 IG上有來自日本 紐約 墨爾本 上海的民眾跨海聲援 民眾黨更用Google表單發起網路連署 這些我們都表示感謝 也有支持者到國際情願網站發起連署 標題寫著台灣911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遭報復 內文敘述新當選的領袖濫用司法系統等 截至9月1號下午4點已有超過8000個連署 翻開各國案例通過這網站連署的人得破百萬 才有可能被當地政府正視 他不是現任市長 不是現任總統等等 所以我認為國際關注也不會很大 不管是美國在台協會或其他主台單位 他們禮拜一早上他們政治組一定會寫報告 民眾黨不排除召開國際集結會外媒近日也增加關注 例如日本的朝日新聞 NHK還有傳經新聞都關心柯文哲遭逮捕 以及這會如何影響民眾黨 美國華郵則報導柯文哲過去藍白河綠白河都破局 讓柯文哲幾乎沒有政治盟友 澳洲的ABC新聞也跟進柯社談被捕 不過就在台灣911號記者節這一天 曾任記者的民眾黨發言人吳一軒 在記者會上與繼續追混的媒體發生衝突 外界都在關心純大筆現金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說 請問東森的記者你現在是為什麼要特別的 在影響我們的記者會流程呢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呢 外界好奇大筆現金 是啊 現在是怎麼樣 先停一下 你說外界質疑大筆現金 第一個外界是誰 第二個大筆現金是多少錢 他說純錢這件事情 可是外界就說那個大筆的現金資金 好像不知道從哪裡來 另一位發言人李鼎麗趕緊打原廠 喊出僵心比心 而媒體同樣也期待換了位子 仍要推起吉人 TVBS新聞告訴你 要留聽聽聽聽不懂 柯文哲現在畢案纏身 也讓他的高聲量是盪到谷底線上 我們邀請到的是師大政治所教授曲兆祥 和我們分析這場畢案 對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會受到怎麼樣的衝擊呢 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這件事情當然 不公開 會不會有例外的時候 是 好 謝謝主播 根據刑事訴訟法 第245條第一項規定 偵查不公開之 但是呢 這個條文的第5項也同時規定 如果檢察官呢 他認為依照法令 或者是公共利益 或者是保護合法權益 有必要者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部分的公開 給必須要知道的人 再加上呢這個案子呢 如果假設 在公開的過程當中呢 通常是由地檢署的相悅 來進行做發布新聞稿的動作 但是呢這個層層會有把關的機制 應該是不太可能會有所謂的違反 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那更何況呢 如果假設 今天站在柯文哲 這個案子立場來看的話 柯文哲既然身為民眾黨黨主席 如果假設檢方這邊 完全不公開任何的資料 才會更讓人民覺得 有白色恐怖的疑慮 好首先我們還是謝謝律師 帶來的精闢分析 謝謝律師 謝謝主播 其實柯文哲這個家庭 是還在進行當中的 當然也受到了國際的關注 對民眾黨來說 或許是除了號召小草這種方式之外 現在更期盼的是 可以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有支持者就透過了 國際請願網站發動了連署 截至下午4點的時候 是超過了8000人連署挺科 而民眾黨也透過網路 發起了僑胞串聯的活動 未來不排除召開國際記者會 因為日本的NHK 美國還有澳洲的主流媒體 都在持續的跟進報導 一張白芷寫著 我在台北我支持柯P 這是民眾黨發起的最新網路串聯 主要是我們接獲到非常多 這個海外僑胞對於柯文哲主席 遭到檢調約談之後的一些遭遇 非常非常的擔憂 IG上有來自日本紐約 墨本上海的民眾跨海聲援 民眾黨更用Google表單 發起網路連署 這些我們都表示感謝 也有支持者到國際情願網站 發起連署 標題寫著台灣911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遭報復 內文敘述新當選的領袖 濫用司法系統等 截至9月1號下午4點 已有超過8000個連署 翻開各國案例 通過這網站 連署的人得破百萬 才有可能被當地政府證視 他不是現任市長 不是現任總統等等 所以我認為國際關注也不會很大 不管是美國在台協會 或其他駐台單位 他們禮拜一早上 他們政治組一定會寫報告 民眾黨不排除召開國際記者會 外媒近日也增加關注 例如日本的朝日新聞 NHK還有傳經新聞 都關心柯文哲遭逮捕 以及這會如何影響民眾黨 美國華郵則報導 柯文哲過去藍白河 綠白河都破局 讓柯文哲幾乎沒有政治盟友 澳洲的ABC新聞 也跟進柯社談被捕 不過就在台灣 9月1號記者節這一天 曾認記者的民眾黨發言人吳一軒 在記者會上 與繼續追問的媒體發生衝突 外界都在關心純大筆現金 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說 請問東森的記者 你現在是為什麼要特別的 在影響我們的記者會流程呢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呢 外界好奇大筆現金 是啊 現在是怎麼樣 先停一下 你說外界質疑大筆現金 第一個外界是誰 第二個大筆現金是多少錢 他說存錢這件事情 可是外界就說那個大筆的現金資金 好像不知道從哪裡來 另一位發言人李鼎莉 趕緊打圓場喊出江心筆心 而媒體同樣也期待換了位子 仍要推起吉人 TVBS新聞告訴你 要留聽聽聽聽不到 柯文哲現在畢案纏身 也讓他的高聲量 是盪到谷底線上 我們邀請到的是 師大政治所教授曲趙翔 還有我們分析這場畢案 對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會受到怎麼樣的衝擊呢 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這件事情 當然對柯文哲先生的政治的 聲望政治的形象 都會有很嚴重的衝擊 我想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柯文哲的個人 他的政治聲望最高的時候 大概是在2014年到2018年的這個階段 然後在今年2024年的總統大選裡面 可以說是創下了他個人政治得票的 一個最高紀錄將近有20% 甚至超過20%的選民 對柯文哲表達支持 所以說 假設我們現在即刻做民調的話 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名望和支持度 應該是往下降 我想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所以民眾黨的未來究竟該怎麼辦 因為目前也還沒有代理主席 所以誰會是下一個接班人 現在絕對是大家最關注的焦點之一 所以我們想繼續請教 師大政治所教授 曲焦翔老師 您認為民眾黨下一步會是怎麼走呢 我想他在發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不管是柯文哲主席個人也好 或者是民眾黨也好 目前他們的社會支持度 相對來講都是會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跟他們自己的最高時候的 巔峰期來做比較的話 他大概支持率是有相當的打折 但是這是不是表示說民眾黨完全沒有發展的空間了 其實現在下這個斷言恐怕還為時上早了一點點 為什麼我這樣子說 因為這個案子還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那麼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柯文哲先生個人的這個 他的政治意志力還是非常強 其實他到現在為止已經被這個 這個減減收壓已經有將近60個小時了 那麼這麼長時間的疲勞的轟炸 這個在過去我們不能說是這個唯一警戒的 但是也可以尤其近年 我們很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陣仗 所以說他個人的這個意志力還是非常強 因此現在這整個進行的這個事件當中 主要是以法律戰為主 另外在政治上其實這裡面也有政治戰 那麼如果檢方在這個 對柯文哲進行司法的這個調查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任何調查手段上的過當行為的話 可能反而會讓民眾黨或者柯文哲這邊 那麼取得了一個反擊的一個空間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民眾黨方面 其實從昨天以來其實政治動作非常的多 大家都看到的到現在為止 在這個法院門口還有很多的小草門支持 就是柯皮在這個法院門口表達對他的支持 另外民眾黨黨中央這邊也有很多的政治動作 那麼除了訴訟於群眾以外 事實上他也嘗試著訴訟到國際上面去 試圖引起國際上面的注重 所以說可以這樣講這件事情看起來是以法律作為外衣 可是實質上這裡面也有政治攻防 因此我剛剛講過如果這個政治攻防 檢方或者法院這邊稍一不留神的話 那麼可能就會讓民眾黨這邊 他們可以有一個反擊的一個空間 那麼事實上我到現在為止 我也覺得檢方在這個偵訊的這個時間上面 確實久了一點 而且連續幾天都有夜間偵訊的這個現象 雖然我剛才看到院方就是台北地院這邊 也做出了一些的說明 但是事實上你不管怎麼講 事實上他從禮拜五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60個小時被拘留在裡面 同時也在進行的這個夜間的偵訊 雖然柯文哲曾經拒絕過 所以這整個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這個所謂的壓人取貢 這樣子的一個被質疑的一個空間 這個可能就是將來我剛剛講的 可能會讓柯文哲取得一個反撲的空間 至於說民眾黨未來的一個發展 首先就是代理人的問題了 因為柯文哲現在理論上來講 他是請假的 但是我記得黃國昌先生 黃國昌委員前兩天說過 不存在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他們暫時 可能不會有代理黨主席的這個爭議 那麼導致明天開始 是立法院的新會期開始報導了 那麼應該民眾黨這邊 應該是新的黨團召集人 也就是說應該不是黃國昌委員 擔任下一任的召集人 那麼因此在這個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黨中央可能一時半會沒有代理黨主席 而黨團這邊可能又是以新手接棒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 呈現一種群龍無首的現象 可能是會出現的 因此這也會造成未來這幾個月 民眾黨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來講 他會存在一個高度的不穩定狀態 好我們謝謝教授 確實民眾黨現在接下來的一舉一動 想必是備受大家的關注 謝謝教授 謝謝 所以呢金華城這弊案 可以說是克文哲 從政以來的最大危機 尤其是他一手創立的民眾黨 現在還走得下去嗎 因為這不只牽動著他們的命運 也影響著台灣第三勢力 你們的努力 創造了2014年的台北奇蹟 2014年 柯文哲高票當選台北市長 從政路正式開啟 要維持聲量 更在2019年成立台灣民眾黨 只是黨才剛滿五歲 主席柯文哲碰上從政來最大危機 這一人政黨還走得下去 這個時刻應該是大家一起 共同承擔的時候不分層級 所以現在應該是團結一致 當一個籃球賽 棒球賽的總教練 被暫時驅逐出場的時候 總是那個球隊會更加的凝聚 更加的團結 黨員堅信主席清白 畢竟他們也深知 民眾黨的崛起靠的是柯文哲魅力 這道理柯文哲更是心知肚明 支持者面前自然不能認輸 只是誰又是下個接班人選 自己培養出來的黃珊珊已沒了黨權 半途加入的黃國昌又能撐起 還有創黨黨員蔡壁如呼聲也不低 但眼下蔡壁如似乎無意躺渾水 更強調自己會繼續深耕台中再憑立威 成功的組織都一定有分層負責 但柯P這個人很不習慣 而且他信任圈恐怕是 他以他的家人為優先 對於民眾黨的選舉路程來講 我相信只有更堪坷 那也可以說他在2028年 可能還在立法院舞台 2028年之後的舞台 是一定會更縮小 柯文哲的政治未來 不只牽動民眾黨命運 也是台灣第三勢力的影響力 TVBS新聞李國正氣煥柔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